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邀请台湾县华学会理事长许敬雄教授 以及我们台湾独立建国运动的前辈黄华先生 和我们一起讨论 许教授好 各位观众朋友 廖教授黄华先生大家好 黄华先生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科教师 廖教师 您好 我们在前面几集都邀请两位贵宾 和我们一起讨论 黄华先生跟郑兰华先生 在1988年11月推动的 新国家运动30周年 我们最后想要再 请教许教授以及黄华先生 就是 这一个叶吉兰女士 她有提到说 郑兰华先生 她追求台湾独立建国 这样的一个理想还没有实现 那许教授认为现在的这个阻碍 是在什么地方 这边我想要回答 叶吉兰女士这样的一个 担心或是不能达成 郑兰华先生的一生最大的愿望 简单的 第一个就是 继续维持现状的中华民国体制下的 一个中国的宪法 我们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一个中国的宪法 把台湾定位为中国的自由地区 我们的外交政策 就是一再的强调 要代表全中国十几亿人的 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 这个都是阻碍台湾成为国家的最大因素 中华民国体制绝对不是一个国家 这个在三十年前 我们台湾独立建国运动的前辈 都已经说明 而且主张得很清楚 为什么到今天还是这么困难 原因当然很多 台湾国民资的权利 所有媒体被污染 所有的教育种种还没有转型 都是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误导台湾人民 相信维持现状 台湾就是独立 阻碍台湾成为国家的因素 很多会使国际社会认为 台湾根本不是国家 中华民国还是中国的一个旧政府体制 但是我们台湾却自我主张 维持现状 就是已经独立 基本上维持现状 就是还是持续 蒋介石 中国国民党 党国体制 戒严体制之下的 一个中国汉贼不两立的一个现状 台湾根本 不能以国家的身份 加入各种国际组织 所以现状就是要对抗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我最近一再的强调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才是我们抗拒 说不的一个最重要的对象 我们不能把眼睛 装作没有看到 中国的旧体制 还继续在台湾存在 如果是这样 那台湾怎么能建国 所以第三个 我也必须指出 台湾没有办法独立建国 是因为台湾人 还是充满依赖性 没有建国的意志 跟决心 不够积极主动 不敢宣布独立 不敢大声的向国际社会 说出我们要建立台湾共和国 只是还在等待时机 依赖各国来支持台湾独立 依赖国际社会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保证中国不会武力犯台 我们才要独立建国 最近我们知道金马奖的时候 一位导演 傅宇女士 他在演讲中说明 指出台湾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不可以依赖 所谓政治人物 哪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 站出来领导 对不对 他有讲 他也在指出 台湾要成为独立的国家 不可以依赖任何国家 台湾人要自己站起来 他是一位华侨所生的女孩 都能勇敢的 也讲出台湾要独立建国 不可以有依赖性 郑然宏先生 最后的呼吁也是 台湾要独立建国 不能采取妥协 暖弱的立场 剩下的就是我们要有坚定的意志 积极主动的向国际社会宣布独立 表明建国的决心 否则 台湾要独立建国 就不可能成功 郑然宏先生的愿望 就不可能实现 所以最简单的 台湾要成为国家 最主要问题是台湾内部 台湾人民的意志 台湾人民要自己知道 勇敢站起来宣布独立 才是台湾建国的 最重要的一个努力的目标 不可以期待国际社会的支持 也不能期待任何政治人物 或政党来领导我们独立建国 台湾人民一定要勇敢的 自我的了解站起来 才能建立台湾共和国 这个就是今天 我们怎么样努力的 来说服所有台湾人民 包括公务员 军人 警察 所有公教人员 所有的各行各业人士 了解到中华民国继续维持现状 是会危害到台湾的生存 是会让北京有合法的权力 来继承台湾 并吞台湾 所以我们应该勇敢的站起来 宣布独立建立自己的国家 黄华先生 你在30年前 已经和郑安荣先生 共同推动 建立新国家的新国家运动 那30年后 以你现在的感想 独立建国尚未成功 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去年我给朋友 招待去疗国企图 拖拖拖中国一流感 想说会死 还叫死没去 让我提醒 电南云会死 和生死问题 这里发现说 啊 电南云和我做的新国运动 没完成 只要有中华民国 如果存在 这个国名叫做中华民国 这样就是没新国家 就是 我那时候才感觉 我和电南云 发动新国家运动 还没完成 所以 去年10月 我才去公开拍 我希望 我还没死以前 在UC一年 为台湾新国家运动 继续来打拼 继续来尽心尽力 这我去年10月 找到开始这样下 你们都看过嘛 这个问题 现在有很多人说 阿花你那多年 那年少年人去做了好 你免疫苗 我多少病 包括我们台湾也说 要拎老 跟少年来 要让少年去做 但是 这三十年前 我和电南云 所做的工作 做不完 现在呢 我看来就说 蔡宇传 库祖的 作业 台湾的选择 都拎起了 很多人都 我也有可能 随时会拎起了 所以 我如果跟 忽然间拎起 这个任务不完整 我感觉我 没有去试 没有去记 电南云就失败了 所以 我决心说 要不试以前 尽心尽力 来做这件事 现在很清楚 就是 昨天 库教授 特别说的 你们特别说过 只要 东华民国存在 这个现状存在 就 成功到不完整 我跟电南云 成功的运动 就是不完整 所以 我最近下这一本 不是说 只要这个不改 就是成功的运动 要不要说 ROC 对 是 是 很多台湾人 不了解一点 因为 中华民国 不是中国 很奇怪 明明说得很清楚 恰恰 我们中国 什么国民党 在这里 选拟 中国国民党 甚至要 可以 递到选票 再来 抗护台湾的 政管 中国国民党 在台湾 我们台湾和中国 没关系 这要是国 所以 很多 都是 我们台湾人 要不清楚看到 现在在台湾 到处流窜的 中国的 所流下的 一切的东西 如果没有跟 拜主条 非主条 憲法 外交政策 没有改变 我们要变成 让国家社会党 来 关心 来 生意 甚至 支持你的 台湾总好 没可能 我最近听你的 前段的事情 就是 包括 柯批的 那句话说 人家 富联会 青年 救我团 救我团 人家 运作得很好 你 关于过去 没错什么 现在运作得很好 让他继续 中国国民党也运作得很好 中国民国也运作得很好 但是 他都 像克比这个就是 现在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现在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是 经验 已经像我们来说 像林来说 以前国民党 摆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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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经不记得 以前 跟我们摆下的政行 年轻人 这二十年出来 就像高雄人 这二十年 看到民进党建设 尊重的 开始就好像有水汤喝 他不知道 二十年前是没有水汤喝 不知道 过去国民党怎么摆下来 国民党怎么摆下来 国民党怎么摆下台湾 跟这一次 我们还拿中华民国的身份 这个身份 全世界没有人身份 你是国家的身份 这是人生事的东西 我们还能摆下来 像这些东西 这个历史形状 国民党在台湾 这个过去 几十年来 怎么跟我们摆下的 这个历史形状 如果我们没说到 这样 没有做转型正义 这个转型正义 不是只要教台湾建国学 要讲 国民党这几十年在台湾 从开始来接触台湾 通计台湾 怎么摆下台湾 这历史尊重 都要让台湾人了解 这如果没有了解 就像柯比说这种 柯比就没这个了解 他真好名 他小很多 可以做医生 可以做医生 像我小孩实在 家庭破散 我要做医生 我学校没有学校 我终于学校没有学校 终于学校没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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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他有学校 终于学校 可以做名医 所以他没有经营学校 这个如果营学校 你如果知道 国民党怎么跟我们赔开 那个历史 我们应该让台湾人了解 好 整个人拿起来 年轻人要让他了解 这个才有转型正义 这个如果没有来说清楚 你要转型正义 说不清楚 好 我们非常感谢黄华先生 他们分享 30年前 他和郑兰隆先生 共同推动新国家运动 那今年是 新国家运动30周年 也是郑兰隆先生 训道29周年的纪念 我觉得台湾人民 应该学习 郑兰隆的这一个精神 尤其是政治人物 应该学习郑兰隆那种 大无畏的精神 面对中国 面对中华民国体制 早日建立一个 新而独立的台湾共和国 并且实践 郑兰隆先生所说的 我们是小国小民 但是我们是好国好民 接下来 我们要继续来讨论的问题 就是过去我们在台湾建国学 听许晋雄教授 讨论到台湾面临建国的 种种的这些问题 其中有一个问题 就是普遍许多的台湾人 都有这样的一个 这一个感认识 就是说 好像台湾的独立建国 需要从各式各样的 这个条约里面去找一些根据 或者是一些理由 然后来说 根据这些条约 台湾是可以独立建国的 我们是不是请 许教授来进一步来讨论 说明一下 这一个所谓的条约论的观点 要来建国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依赖性 一个国家 一群有志于建立新国家的人 不应该有依赖性 连一个艺术的导演都能了解 不能依赖政治人物 不能依赖任何国家 我们要靠自己 所以台湾独立 为什么要靠某一个条约 很多人一生就在研究 在收集台湾有什么条约 让台湾不属于中国 有什么条约 让台湾不属于中国 所以我们可以独立 事实上这些组研究 这些条约都是片面的 没有充分的理论依据 我们想一想 条约就是国家跟国家 才能定的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 究竟商业合约也好 不产宣言也好 种种的条约也好 都是国家跟国家制定 台湾共和国在哪里 台湾共和国没有参加 这些条约的制定 如果这些国家 依照国际法 条约是随时可以修改 如果这些国家又把条约修改 又定一个新条约 说你们认为台湾不属于中国 条约定的不清楚 那我们就定好 写得清楚 台湾应该属于中国 那我们台湾不是又被出卖了吗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一再依赖的 依赖国际社会 依赖各种各样的国际情势 我们才要建国 这个是不可以的 不可能的 人类历史 建国的模式都不是这样 如果土地上的人 没有先站出来 自己站出来 站起来 有坚定的意志 勇敢的表明 我要独立建国 那其他国家 国际组织 联合国 也不可能 为了某一个地方的人 他们根本没有站起来 说要建国 但是我们各国 或是联合国认为 这个土地上的人 应该要建立国家 中国不可以去威胁他 人类社会 没有这样的事 这个土地上的人 甚至还要跟中国 两岸一家亲 自己还定维持一个宪法 说中国是大陆地区 台湾是自由地区 那国际社会 怎么为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 来建立国家呢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台湾人 为什么有依赖性 依赖到这个地步 哪一个国家的建立 是像台湾人这样 充满依赖跟幻想 不自己站起来 从来没有表示 要独立建国 没有错 我们很多建国的前辈 但是我们总是少数 大多数的台湾人 有没有站起来 有没有建立一个 代表台湾人的政治力量 来向国际社会说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国家 从来没有 我们从来在人类历史 没有听过 台湾人有意志要建国 我一直在反省 这样指责台湾人 很依赖性 说台湾人没有建国意志跟决心 到底对不对呢 自己我徐某某的意志跟决心又怎么样呢 我常常在反省 我这样讲别人 那自己又如何呢 我一直希望 如果有人站出来指责 徐教授 你也是没有建国的意志跟决心吗 你看每天只在文章上写 只在电视上说 你有没有行动呢 所以如果有相当多的台湾人 有意志 甚至比我还有建国的意志跟决心 那台湾建国就有希望 所以我一直希望 有一个力量 能出来真正的代表人民 来主张台湾独立建国 显示台湾人民的意志跟决心 我的意志跟决心不够 我希望有人站出来站在我前面 让我能跟随他们 显示台湾人民建国的意志跟决心 我想黄华先生就是 一直站在我前面 最近的喜乐岛联盟也都是 值得我学习的他们比我有更强的意志跟决心 而且有很强的行动力 这个都是展现我们建国未来 还是有希望 喜教授是不是 请你简单说明一下 就是建国的意志是人民 要建立国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条件 那最近喜乐岛联盟推动 这个独立公投证明入联的运动 是不是就是一个建国意志的表现 这个就是我刚刚所提的 有那么多人站出来 有意志跟决心 而且讲得很清楚 要独立公投 独立公投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然后要入联 加入联合国就是表明 台湾是国际社会 大家必须要看清楚 要承认的一个新国家 所以整个运动就是告诉台湾人民 台湾建国还没有成功 就像叶吉兰女士所讲的 就像我们一直学习的 郑然荣先生所期待 一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建立台湾共和国 所以不能只在自己台湾内部 在那边幻想说 我们已经独立了 我们已经有国家了 也不能像许教授这样 只有在那边讲 台湾人要有意志跟决心 却没有行动力 所以请比如站在我前面 有行动力的台湾人民 还有建国的前辈 大家站出来努力 说出台湾要宣布独立 台湾要建立自己的国家 所以建国最重要就是人民的意志 要站起来表明它的意志 国际社会才要听到 北京才不会说 你如果主张独立 我就要打你 他们不知道台湾已经独立了 你为什么没有讲清楚呢 他为什么没有来打呢 没有武力犯台呢 因为他认为台湾还没有独立 为什么让台湾 北京认为我们台湾还没有独立 但是台湾人在自己内部 说台湾已经独立 台湾已经有一个国家 我们这个国家多好多好 这个是很矛盾的 非常感谢黄华先生以及许信永教授 他们一起来讨论 新国家运动30周年 以及许教授一再强调的 这个汇除中华民国体制 以及有很强的追求独立建国的 这样的一个意志 台湾才有可能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 30周年新国家运动已经过去了 但是台湾要建立新的国家 能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各位的收看 再会 谢谢 谢谢